接下来如何做分析 分析什么 我想分析老板最想知道的个年利润统计 1.点选插入 2.苏扭分析表 3.针对刚刚的范围 确定 我希望是个年一个统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先勾订单日期 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想知道是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就可以勾选利润 利润它是数值 所以打勾之后 它会自动放在值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我们这样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2013年的利润是多少 2014年利润是多少 可是最重要的重点 刚刚讲到几个动作了 最后两个动作是在枢纽分析表工具 数据分析的数据分析的数据分析图 然后确定 其实那么多种图表 我建议你就用预设 这边只是在数据分析的最最最前面的几个 继续分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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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